84年前的今天,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,烧杀盈略,无恶不作,那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痛,为了纪念七七事变,也为了警示后人不忘历史,不忘家仇国恨,让我们一起跟随纪录片重回那个悲痛的战争年代。 小时候总是听长辈们讲,抗战时期小鬼子畜生不如,中国人当年真是受尽了凌辱,后来学习了世界地图才知道,他小日本只是个弹丸之地,凭什么就敢侵略我洋洋大国?想要了解这段历史,就要明白我们当时的处境。 众所周知,中华上下五千年,我们没发动过一次侵略战争,中国人热爱和平,追求艺术,研究科学,四万万人兢兢业业是想让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我们的四大发明,世界瞩目,我们的瓷器技术,举世闻名,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教导我们,极所不欲,勿施于人,这就是中国和中国人民。 从1911年开始,中国结束了古老的皇朝制度,我们虚心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发展理念,我们设立公废留学,学习新的工业,建筑学,医学,目的是建设家园,解救人民免于疾病。 而就在距离我们不远的日本,他们在这段时间中创造了全球最大的战争机器。 国家经费全部用来制造武器,建立现代化陆军,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和空中霸权。 日本早就蓄谋已久,企图瓜分整个世界。 日本为了实现它的野心,计划占领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。 他们虽然了解中国的强大,但也知道这种强大不是在军事上,农民再高大也挡不住子弹。 所以在1931年,日本开始计划实施侵略的第一阶段,攻占满洲,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。 当时糊涂的蒋政府奉行攘外避嫌安内的方针,毫不抵抗,出卖民族利益,使我国大骗东北的国土迅速沦陷。 小鬼子没废一兵一卒占领了我国东北,然后用逐步征服的方法,数月后开始攻打上海。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,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,而且上海一旦失守,南京就非常危险。 这遭到中国强烈反击,再加上国际联盟的谴责,日本匆匆的取消了作战计划。 仅仅一年后,日本发兵中国的北部,占领了当时的热河省,如今是河北、辽宁、内蒙古一带。 此举遭到全世界国家的谴责,中国也表示强烈抗议。 然而,日本对于这些声音自知不理,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慢慢的吞噬中国。 到了1937年,国人意识到日本的野心,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,这让日本立马紧张起来。 按照当时日本政府的话来说,唯一不能让中国拥有的超级武器就是团结。 他们计划在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之前就发动全面攻势。 这次要一举拿下中国北方的五个省,发兵的借口竟然是一个日本兵不见了。 在1937年的7月7日,也就是84年前的今天,在靠近北京的卢谷桥发动猛攻。 接着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控制了天津和北平。 这是当时小鬼子在我们的领土上欢呼胜利的场景。 这时候日本天皇认为中国就是个庞大的软四字,随便捏,就计划再度长驱直入全面开战。 而这次中国人也不在一味的只是抗议和寻求谈判,而是反击。 不是在北方,是在日本人最想不到的上海。 这就是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,松户会战。 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,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。 中国人以战损5比1的代价,几乎把日本人赶进了黄浦江。 但是海上的日本舰队给予强烈的炮火支援,迫使我军无奈退守至距离海岸线50里外的内陆。 紧接着日军在上海南方的10公里处悄然登陆,两个师迅速向北推进包围上海的侧击。 参与会战的国军腹部受敌,奉命向南京和杭州撤退。 松户会战让日军高层非常愤怒,大言不惭地说,竟然有人敢反抗日本强权。 随后下令向首无村铁的上海平民报复。 除了当时的国际租界,企图将上海移为平地,只有经历过才知道那是何等的灾难。 大批难民涌进租界,但里面的空间不足以容纳所有人,在外面的市民只能被炮火和废墟掩埋。 这不是电影、电视剧所能表现出来的,轰炸后的场面根本无法形容。 松户会战结束后,日本占领了上海移动了整个半岛,接着迅速重整军队兵分两路向南京进攻。 进军途中,日本勿将美国的船只当成了中国的,随即将其炸陈。 事后日本政府紧急公开道歉,称是个意外。 这就是欺软怕硬的日本鬼子。 1937年12月1日,南京保卫战打响,日本一排排的大炮,我们只有步枪。 敌我力量对比悬殊,在12天的艰苦作战后,南京失守。 日本占领南京后,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。 我们拍成了电影《南京南京》,对比这部纪录片,个人认为只是冰山一角,烧杀淫略,手段残忍程度令人发指。 这是何等的奇词大辱,国人要永济于心,更不能忘记我们30万无辜蝉死的同胞。 这里不禁要问,日本人就不是爹娘养的吗?为什么要对平民下手,而且要赶尽杀绝? 因为这是日本最高司令部蓄意策划的,为了击垮中国人的抵抗心理,命令绝不留情。 把中国变成人间地狱,好让我们精神崩溃,害怕到不敢不服从。 这也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的汉奸。 1938年的2月到5月,加达的徐州会战,台尔庄大战,然后到6月的武汉会战。 虽然大多是胜利,但是南京大屠杀真的让国人无比愤慨。 全国人民听到消息后无比心痛,爱国人士纷纷上台鼓舞国人一定要振奋起来,团结一致抵抗外敌。 当时的口号到现在依然响亮,打倒日本帝国主义,中国人民万岁。 武汉失责后,国军将汉阳的兵工厂动工业重心朝西部转移,趁机建造武器得以驱逐侵略者。 西部本就交通不便,再将几个主要干道炸掉,所以短时间内四川大户方是安全的。 转移前将带不住的粮田、工厂、房屋一切资源全部化为灰烬,不给日本人留下一针一线。 这也就是后来保贬不一的焦土政策。 国人大迁移,场面之大令世界震惊。 中国人徒步大半个中国,并徒手将生产机器运输到西部,然后在长江岸边的高手峭壁上重建了临时政府,就是现在的重庆。 虽然远离战场,但是日本人的飞机还是不断骚扰。 前辈们吸取上海被空袭的教训,在重庆全力修建防空洞。 之后,日本也改变计划,把重庆作为重点轰炸地区。 日本的每一架轰炸机几乎都飞过重庆的上空,我们的空中力量仅仅是一些即将报废的飞机。 虽然也有苏联资源的苏制战机,但是后来日本新式战机临时的投入使用,让我们的空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。 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,记录了重庆上空的这场空中较量。 虽然稀败,但比任何一部大片都精彩。 被轰炸的重庆陷入火海,硝烟弥漫。 幸亏我们早有准备,将工厂搬至地下,生产并未停止。 轰炸过后,人们出来灭火,接着重建家园,一遍又一遍。 日本人给我们重创的同时,也成就了我们不屈不挪的精神。 这时候的国人开始懂得,一味的善良换不来和平。 有了武器,来自祖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响应号召,加入到抵抗侵略的战斗中。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四川。 整个抗战时期,三百多万四川热血男儿奔赴战场。 他们早就准备好为家人而战,为领土而战,为新中国而战。 在如此的号召下,中国人几乎全民皆兵,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。 日本政府制定的侵略第二阶段迟迟无法实现。 战斗进入僵持后,试图切断重庆的补给。 日本一方面维护重要铁道和交通控制权,一方面逼迫中国百姓为其修铁路, 保障自己的同时还将别国通往国内的补给线全部掐断, 又让他们的舰队封锁海岸线。 目的就是孤立我们,企图让中国不战而降。 港口一个接着一个沦陷,这样石油和一些必要的工业材料就无法输入。 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大难题。 远看整个中国版图,能运输的路线几乎全被日本占领。 西北部又三路齐驱,从苏联运输难度极大。 当下只有一条缅甸的铁路比较接近中国, 它与我们最近的昆明公路相隔数百里。 而且它们之间高山林立,还有深邃的河谷。 无奈,想要物资打通这条路是当时的唯一办法。 外国工程学家评估,要打通起码6到7年, 还要有先进的绝境设备。 对于我们来说,简直如鱼公一扇一样难如登天。 不过,中国人的民主精神再次震惊世界。 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, 用最简单的锄头,靠一双手,硬生生地打通了这条生命线。 为此,美国称赞,中国人是热爱和平又非常可怕的民族。 物济线打通,工业继续生产,为前线输送枪支弹药。 之后的抗战,日军企图搜刮沦陷区的物资来支撑前线, 也就是所谓的以战养战。 国人组成游击队不断在敌后方骚扰, 前一秒是手拿出头的农民, 下一秒就拿起大刀砍向敌人。 中国游击队在那时是无比坚固的抗日防线, 破坏铁路,摧毁据点,这让小鬼子苦不堪言。 日军方本计划的速战速决彻底泡汤, 原以为能骑上中国这匹巨马驰骋全世界, 没想到这头沉睡的狮子如今彻底被惹怒了。 撤出武汉后,国军宣布与日本进入持久战, 日本显然不会这样僵持着, 他还要实现称霸世界的威业。 1939年,日本掉头开始进攻苏联, 发动了诺门坛战役。 没想到这场战斗成为了日本人的噩梦。 苏联仅仅在三个月内就对日本空降了三万多吨炮弹。 这让日本大惊失色, 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他还狠的国家, 随即撤兵,不敢再犯。 苏联不好惹,中国又久攻不下, 但是他们依然坚定要征服世界, 所以打算跳过占领中国的第二阶段, 直接进行第三和第四阶段, 也就是攻打印度和美国, 但一直没有机会。 直到1941年,德国对苏联宣战。 当时的日本分析, 中国虽然无法攻占, 但也自身难保。 德国对苏联的攻势有如此强劲, 英国在经历了敦克尔克大撤退之后, 同样遭受重创。 美国却作为中立国, 在双方之间大发战争财。 日本因为本土资源匮乏, 又不得不屈服。 本计划攻占中国后, 找出地下石油, 结果一无所获。 这时候,美国一旦断供, 日本的飞机坦克就是废铁, 这会彻底制约他们, 也就无法完成终极目标。 想到这些, 日本仔细谋划, 最终决定偷袭美国的珍珠港。 美国也就被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, 老美作为世界超级大国, 本以为她的加入能让战局扭转, 结果真是高估了自己, 低估了日本。 截止到1942年初, 美国、英国、荷兰都是日本的手下败将, 大小战斗皆以失败告终。 之后, 马来半岛、香港、新加坡相继沦陷, 在菲律宾的美国基地也被占领, 就因为美国的实力, 中国辛苦建造的中缅补给县也被切断。 同盟国这才意识到, 中国集结败退并不是中国落后, 而是这个敌人太强大了。 二战初期, 盟军士气一度陷入低迷, 抵抗没有太大的战果, 直到长沙会战的胜利。 世界大战期间, 在中国的日本主力军一直想打下长沙, 因为长沙位于中国农业的中央, 也是重要的铁道驱扭站。 从1939年的9月, 日本就想攻占长沙, 结果两次进攻, 两次失败。 1941年底, 日军再次组织主力军, 并分三路南下攻打长沙。 我军计划在三个地点打主击, 不过只是象征性的抵抗, 日军后续部队一到就向东面撤退进入山区。 三路防线都是如此。 日军以为顺利的突破外围防御, 很快就能拿下长沙。 就在小鬼子全力攻打城市的时候, 三路撤回到山区的部队, 转手围攻, 将日军后续的补给切断, 迅速的蚕食殆尽。 攻打长沙的主力军很快就弹尽两绝, 准备撤退。 城中的国军组织大反攻, 然后乘胜追击。 日军返回途中, 又遭到三路拦截部队的不断打击。 日军从游戏撤退到落荒而逃, 几乎溃不成军。 长沙会战一共歼灭日军共计11万人。 这场重大的胜利, 令世界反法基斯阵营的盟军正必欢呼, 极大的提高了作战士气。 美国称中国是打不垮的民族, 在与日军的作战中, 不断给中国提供武器和飞机。 美国认为, 中国陆军的作战能力超过美军, 给中国尽量的装备会让日本陆军感到更加吃力。 从而减弱日军在太平洋不断扩大的作战优势。 毕竟在太平洋战场上, 美军也被打得苦不堪言。 之后与日军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役, 我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。 国际战场上, 苏联也开始扭转战局。 1943年底, 日军如秋后蚂蚱陷入了濒临崩溃的境地。 到了1944年, 没有战斗, 日本溃兵逃兵纷纷出现。 直到1945年的湘西会战, 直接给日本政府敲响了上纵。 湘西也就由此成了日军侵华战争的终结地。 八年抗战, 至此以胜利告终。 抗战胜利与国人誓死抵抗的决心密不可分, 当然也要感谢反法一世的其他成员国,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将侵略者彻底消灭。 虽然我们胜利了, 但是侵华战争留给我们的悲痛永远无法抹去。 这将是每个中国殖民身上永远的伤疤。 身为新中国的我们, 不要忘记历史, 更不能忘记家仇国恨。 还要记住老一辈不怕困难, 宁实不虚的无畏精神。 还有那些为抗战而牺牲的中国将士, 虽然人已经不在, 但是他们的伟大精神,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后人。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。